你寄来的包裹 非常的开心 谢谢你还特地去台湾台北精华酒店 看我的展览 现在收到你的包裹 非常的感动 希望我们都能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 那我现在来开箱 谢谢你送我的口罩 我还是会继续佩戴口罩 即使别人嘲笑我或是瞪我 我还是会佩戴口罩 毕竟疫情还是没有结束 谢谢你寄给我这个 很可爱的 海带脆皮黑森林蛋糕 我等一下中午吃饱饭的时候 要来吃一块试试看 还有这个新米花 和海苔 谢谢你知道我喜欢吃海苔拌饭 我等一下中午的时候就要来煮白饭 吃这个海苔拌饭 一包新米花 谢谢你知道我确诊 然后需要吃维他命C 还寄给我这个保健品 谢谢你 还有包养品 这个红参茶 来自韩国的红参茶 以及Stromberry 这个应该是茶 韩国的草莓茶 和我会喜欢吃的这个黑芝麻 坚果 以及小时候的记忆满天心 哇哦 和甜蛋 谢谢你知道我喜欢吃甜蛋 还有这个的话是包种茶 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包种茶 以及山药饼 好久没吃山药了 谢谢你 谢谢你寄来的胶原蛋白 等一下来喝喝看 感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亚军来自台湾的惊喜包裹 现在要来试试看这个 你和我分享的草莓茶 有点点的小期待 打开来茶包的样子 这个标签的部分 放好 加上热开水 刚刚煮了白饭 现在要来搭配你送给我吃的铁蛋 福记铁蛋 棒球队超级可爱的这种小铁蛋 一包里面有6颗 每包含蛋白质59克 加上铁蛋 还有我刚才喝这个草莓茶 好 现在要把这一包韩国海苔打开来 这个口味是杏仁核桃海苔酥 谢谢你 打开来的样子 小甜甜 感谢今天因为火车司机罢工的关系 所以可以在家收到你的包裹 并且可以享受这个美味的一餐海苔拌饭铁蛋 以及韩国的草莓茶 谢谢你 希望我们身体都能慢慢的康复 慢慢的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谢谢你在我确诊的时候 既失讯关心我打气我 让我有更多的意志力 可以撑过前四天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发烧无冷无热 谢谢你 这个海苔酥很好吃 谢谢你 没有很油也没有很咸 配饭刚刚好 好可爱的星星喔 哈 台湾米 台湾米 台湾ies rice 第1池池 来吃吃看 好久没吃爆米花哦 切悬泥 开箱这个海太脆皮黑森林蛋糕 一盒里面有四块蛋糕 打开了一个来 感觉有酒的味道 好久没有再吃到这种亚洲的蛋糕 有点怀念 好吃谢谢你 包装好可爱 现在来开箱山药饼 独乡食品来自台湾 好久没吃山药了 家乡的味道 谢谢你 这个好吃谢谢你 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家乡的饼干 山药饼 谢谢 现在要来泡这个 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尝试这个胶原蛋白 是家乡台湾朋友寄给我的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的胶原蛋白 那它这一款是来自 韩国的胶原蛋白 那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谢谢朋友 把它剪开了 里面有二四六八十包 那我有问朋友说他平常怎么吃的 他说他就是加在牛奶啊 里面 跟奶制品一起喝 那我也来试试看吧 一包是两克 加入 有点粉粉粉粉红色的感觉 那我跟这个五桃的豆浆 古鸡豆浆一起喝喝看 一点点 拿一个汤匙加一下 刚才喝了甜甜的 蛮好喝的 谢谢朋友的好意 补充我的胶原蛋白 非常谢谢你在我确诊之后 寄给我的包裹 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 鼓励 希望我们的身体都越来越健康 不要有新常观的现象 祝福你在家乡一切安好 和家人都平安健康 谢谢你 今天早上打开朋友寄来的 南港包种茶圆香 我不知道这里面就是一包 蛮有分量的 我的杯子好像太小了 等一下可能要换到更大的杯子 先来喝喝看 先泡一下 在等茶泡好的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在我确诊的时候 大约是9月22号左右 确诊之后 非常感谢家乡台湾朋友 帮我找到在欧洲英国的顺天堂 顺天堂药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药 还有就是我确诊之后 还有就是我确诊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确诊的时候 连续发烧了四天 忽冷忽热肺 还有肌肉骨头吧 就是全身酸痛 那我就是找不到这种 比较亚洲式的贴膏 那这个是家里的妈妈 感谢妈妈特地寄来给我的这种 台湾春生堂制药工 业股份公司做的贴膏 坚欢我的疼痛 然后带出家里的人 又寄来了很多口罩给我 真的是人在生病的时候 才会知道周围 真正关心你的家人是谁 真正关心你的朋友是谁 因为真正的朋友 不会因为我确诊了 就不闻不问 也不会落井下石 而是会很担心朋友的安慰 尤其是在英国在异地 取得药品的方式 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 需要厨房钱 那身体都已经很不舒服 更已经没有力气出去 拿厨房钱 而且我确诊 我也没有办法走出家门 担心会把病毒 病菌带给别人 那我很感谢在我确诊 康复这段期间 给我鼓励支持的朋友和家人 谢谢你们的陪伴 让我在英国有更多的意志力 可以和病毒一起奋斗 这支影片就是要感谢 真正关心我的家人和朋友 真的非常抱歉 让你们很担心了 那我现在的身体也慢慢的康复 还是没有恢复到以前的体力 那现在就是慢慢的做一些运动 出外还是在人多的地方 还是佩戴口罩 即使被人家瞪或是不开心 做到我可以做的 然后慢慢的把身体养回来 那祝福你们在家乡台湾 一切平安健康 希望明年有机会 在家乡台湾见到你们 那今年可能是没有办法 因为机票的费用 是在太多了 有点超出我的预算 最后也非常感谢 最近订阅我频道的人 谢谢你们对于我 艺术家文希的支持 这个频道就是记录 我在英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许很多的影片 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就是真实的发生过了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